上國外文化部 發佈由紅色鳳接國家人權 報告官長 十分基盤 交接電力 現場有邀差 經濟受難者跟民間團體參加 有民間團體就表示 人權管的管理報告 造成委員司機的檔案 調查和研究 想過頭文 在文化部建政之下 國家人權報告官 信任官長 紅色鳳 跟印信先接下來 文化部上國外 日北發新聞告 宣布人權管信任官長的 人數安排 在這個國內切齊基盤 交接電力 信任官長 紅色鳳 表示 未來下單位合作 是人權管的 進步重點 人權管推動委員司機 檔案文物的電腦和電視 還有研究等等 但是經濟受難者團體基礎 在實際推動上 人權管的權力不夠 造成多多東安研究的推行 腳步是很慢 有很多的文憲 到現在一直都被風塑起來 有的文件 經過政府的規定 時間到了消費 為了有比較多一層 應該要辦館 不然你連調藥館都沒有在調 持續跟檔案局 跟一些單位來做一個溝通協調 那這部分因為現在整個檔案 是移到我們人權管這邊來 沒有立法的錢 我們還可以透過這些有關協調的部分 來做一個處理 紅色彭表示 現在檔案主要在檔案管理局 會跟他們進行連絡 處理檔案調完會夾步 中間之後就會水開始處理 其實確保管理局 there好的記者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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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